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 我们的成长打卡时间 三拍实验 小朋友们 你们好 老师好 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小游戏 我们会依次邀请一名小朋友 选择一个 最像自己的小动物 说明你们选择的原因 再选取两到三个小动物 讲成一个故事 我们来比一比 谁的想象力最丰富 第一个喜欢的 最像自己 我不知道 不知道谁 随便你选 随便说 那你选了 想要杀人吗 选几个 然后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 好不好 讲故事 我也是两个小动物 你会讲吗 你会讲吗 我会 我们要给孩子一个 戏剧世界的另一个自己 我们三到六岁有孩子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童话心理 去展现他自己的想象力 语言的表达的能力 所以戏剧这个综合的艺术 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让人期待 我想听两个故事 可以 海虫马西团里 不论是 是在动物园里的 你看这个开头就很好 有一个大场景 所以你还不错呢 请我问北极兄你睡觉了没 北极兄我睡了 发微信没门 这个小乌龟 想要找这个鲨鱼玩 但是突然鲨鱼 他咬了一口汤鱼 多好 三到六岁孩子 我们刚刚说童话心理 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心理 也是这一个阶段孩子做有的 这就是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 都是会动的 跟生物一样的 动物也是会说话的 所以这孩子的这个世界 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 美美美讲个故事 有一天 还是不太敢讲 所以我们这个戏剧 也是为灵灵这样的孩子准备的 对 看看通过戏剧表演以后 灵灵会不会变得更为大胆 敢于表达 我们一起给灵灵鼓鼓掌好不好 好棒 灵灵加油 你这一支让你给自己做 张张 张张我们看得出来还是非常主动 对事物充满着好奇 张娃娃吗 还没 再等等 张娃娃吗 还没 再等等 都不行了 马上还有四个 这个像圆的 这个体型很像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我们可以猜一猜 哎呦我猜了 这故事 这就是张张 很像 他有时候又动作 他不会说圆 完整地表达 对 还结束 哇 好 加声音了 加配音 打舞打 还得超人啊 还得超人 哈哈哈哈 他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好玩呢 通过孩子们对不同爵士的选择和故事讲授 我们能看到孩子们的喜好和自我认知 也能观察出孩子们不同的性格和表达特征 零零内心拘谨 不容易放开自己 张张的年龄原因表达能力有限 但想象力很有戏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每个小朋友对于角色和事物 都由自己的理解 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激发想象力锻炼表达力的学习体验 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戏剧课的目的和出发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会有哪些令人惊喜的表现吧 第十届课是关于想象力和自我表达 我们觉得三到六岁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具有想象力的时期 所以呢 我们通过一个戏剧表演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学会表达 同时戏剧教育也是亲子教育中很有效的一个互动方式 能更好的促进亲子沟通 因此我们这节课也邀请了家长走进课堂 和孩子一起参与戏剧体验 在这一节戏剧课当中 我们将以一个儿童剧的剧本 开始孩子们戏剧体验和学习 而这个剧目最终也将作为一周后孩子们的毕业大戏进行表演 因为角色气氛不同 因此我们把选择权交给孩子和家长 由他们来首先决定想表演的角色 你们都认真地选了自己要演的角色 但是你们是否知道在舞台上怎么表演呢 所以我们看我成长营特别邀请了两位 在表演上非常专业的表演老师 来跟我们讲什么叫表演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和尖叫 欢迎我们的助力成长官老师 有请王智老师和殷晓天老师 你好 我们是 殷晓天我早就看到你跳舞了 你说你认识殷晓天老师是吗 你怎么认识的 我昨天晚上看过他俩 小朋友 现在谈上有几个王老师 小朋友现在谈上有几个王老师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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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三个 那你们分得清吗 分不清 看看王老师的后背是什么 看王老师被我画了个什么 小老鼠 我明明画了个小猫咪 对啊 因为今天有两个王老师 然后给大家容易分清一点 你们可以管我叫小喵老师 好不好 小喵老师 小喵老师 是专专业的演员 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 所以邀请他们作为戏剧客的启蒙老师 在戏剧表演的学习中带领孩子们感受戏剧教育的魅力 帮助我们同学们打开表达和想象力的开关 通过儿童戏剧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家长看到 让小朋友逐渐地认知自己认识角色 然后从中开发自己 让自己的想象力更加的丰富 我没教过这么小孩的这些戏剧员 然后我也是在琢磨怎么去做 有没有同学可以主动跟小喵老师和小天老师说 我想演什么角色 我选的是一个小螃蟹 我也是小螃蟹 我也是小螃蟹 小螃蟹 我选的是口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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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长 我们终于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里了 好 这一次我们的课程特别重要 是为我们的毕业大戏做准备 毕业的那天我们要一起在台上演一出舞台剧 舞台剧的名字叫做 看我海底村 有没有特别想在舞台上演戏 我想 我想演戏 好 那我们呢 掌声有请儿童文学作家 雨赖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剧本 好 来 雨赖老师这边请 各位好 我们这个剧呢 讲的是一个发现在我们的这个 看我海底村这样的一个故事 主角呢是一个小螃蟹 是一个一直在海底流浪 他呢想要找一个家园 他能够寄居下来 有一天 他就发现了这个看我海底村 他走进这个海底村呢 发现这个村子特别热闹 正在举行着一周一次的集会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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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们开会了 集合了 集合了 好 我有 我是小章鱼 哈哈哈哈哈哈 我 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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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最可爱的小丑鱼 好可爱 我 当然是海底村最帅的 最漂亮的孔雀鱼 我是我的孔雀鱼 这谁演啊 不许动 这叫 什么事情 你没事吧 这是螃蟹 小螃蟹 是螃蟹 是螃蟹 螃蟹 我是小螃蟹 不能让它进村 分开 我们海底村对新城鱼是友好的 要不我们把它留下来 它长得和我们一点都不一样 我才不要让它进村呢 哼 别 小螃蟹 小螃蟹 我也害怕 我干什么 那关于小螃蟹 它到底能不能留在村子里呢 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突然许多的垃圾 从海面上下了下来 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突然小螃蟹伸出了它的大蟹钳 它用它的壳和用它的钳子挡住那么多垃圾 然后呢其他的小动物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点被小螃蟹感动到了 小螃蟹 真的要谢谢你 帮助了大家 保护了海底村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谢谢你 谢谢你 看我海底村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孩子的认知发展的这个特点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孩子特别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海底的动物 然后呢让他们通过表演 然后代替这个动物来说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孩子的想象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 它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剧本里面去设定了某一些角色的性格特征 就是孩子叛演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迁移的作用 就是说对这种角色的某一些品性品格的设想 在扮演的过程中慢慢就会内化成为这个孩子自身的品性和品格 所以这就是细节的作用吗 对 那他最后有没有能够在海底村住下来呢 住下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不是特别美好呀 对 好 谢谢于拉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啊 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主角是谁 螃蟹 螃蟹 那于拉老师这个螃蟹要什么样的性格呢 这个小螃蟹的性格啊 首先呢特别渴望朋友 特别渴望一个家园的一个人 同时呢他是非常有勇气的 想念吗 想念 小章鱼是一个特别柔软善良的一个角色 当小螃蟹这样一个新的朋友出现的时候 其他的村民们都还有一点犹豫 那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小章鱼第一个伸出手 去给螃蟹帮助 我喜欢小章鱼 我喜欢小章鱼 那剑鱼呢 剑鱼呢 是一个性格有点冲动 但是特别勇敢 有点像我们班里面 经常能碰到那些调皮的男生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为你 所以同学们每一个角色都有台词 但是在舞台上要呈现一个故事肯定是有一个主 那还有辅助小螃蟹一起在这个村里发展故事的 接下来呢同学们要跟你们的爸爸妈妈去商量你们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 商量之后我们就要准备进演了 这个进演一共分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自我介绍 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模拟片段 拿到剧本 比如说我想演剑鱼 我就把剑鱼的这段台词拿来 然后自我的表演 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家长跟同学们去模拟这个角色 走吧 我们去排练去了 走 好 坐 坐好 你刚才老师说的地方 你有听了吗这个故事 你觉得你想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小螃蟹 小螃蟹 你想演小螃蟹啊 为什么 因为他都做了一些好事 因为你也是想做好事的小宝宝对不对啊 对 小螃蟹是主角 如果你想要赢得这个角色的话 你就要去模仿小螃蟹 你会学小螃蟹吗 你觉得小螃蟹是怎么走路的 这样走路的 他想演主角 这个心态肯定是好的嘛 每个小朋友可能都会有向往这样站在中间 那个位置的荣誉感对不对 这么多小动物你最想当什么 搭转螃蟹 你要当一个善良的小螃蟹吗 嗯 所以你想当螃蟹 是想要帮助大家 对 但其实要是我是孩子的家长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去选那么多螃蟹 对 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螃蟹 你如果想选小螃蟹这个角色的话 你还有什么别的角色想选 想选吗 没有了 没有别的角色想选 哦 小螃蟹的话 它的台词是非常的多的 你会忘记要吗 嗯 不会 这个角色很多人竞争的 你有这个实力竞争吗 信心十足 嗯 不会 那万一演得不好呢 继续 那你会放弃吗 不会 如果评委安排你演别的角色 你愿意配合吗 不愿意 不愿意 我就喜欢小螃蟹 真是的 你喜欢哪个角色 你想要进演哪个角色呢 嗯 小章鱼 其实小章鱼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是 你觉得哪个角色最像你 小章鱼 那我们就好好排练吧 怎么样 可以 第一句是 我是小章鱼 我是小钻鱼 我希望海底村的伙伴们 都能开心快乐 我希望海里的小朋友 海底村 看我海底村 海底村的小朋友都会 伙伴们 伙伴们都会 都能 你先这样子 小章 你先听我念一遍 你再念 最好能一个字都不错 好不好 最好 来认真一点啊 好 你说一遍 我看看海底 我是小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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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海底 海底 海底 说错事情 妈妈很深思 所以就打我 我是一个强迫症患者 不会说她第一次被不下来 我就发火 我就是已经是 到了第三次 再去跟她尝试 强不上来我就打了她 妈妈会打我屁屁 妈妈 你下次就别太打我了 下次就别太打我了 海底村的 海底村的伙伴们 都呢 开心 快乐 对了 对我的标准来说 我那个 肯定还觉得 可能再流畅一点啊 语句还能再 高低起伏一点啦 那些 我觉得 那是我的标准 但我不想 再用我的标准去 定义桃子了 嗯 那我下次不打我 好吧 我拉过好了 我拉过好了 我每个时候就都把 拉一遍过 妈妈说 她以后再也不打我了 我相信妈妈 我爱妈妈 你怎么长了八条铁 你怎么又长了八条铁 哈哈哈哈 小桃妈妈 这一次呢 桃子自己写的了角色 珍重孩子医院的同时 也学会了适当放手 接纳桃子的自由发展 这对小桃妈妈来说 也很不容易的 你看啊 桃子妈妈改变了之后 她们俩相处的氛围多好呀 那你决定能养哪个爵士没有 我想背 我想背这个 八条鱼啊 那么我们就一起背台试了 好不好 我是卢永玲的姨妈 因为她爸爸身体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今天代替她来做这个角色 江南想做什么 鱼海豚 鲸鱼吧 好吗 小章鱼 也不喜欢 孔雀鱼 也不喜欢 我喜欢 经过昨天 家长和孩子们的选择与排练 她们能选到心仪的角色吗 好 小薯条 来 小薯条 掌声鼓励 好 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卢思琪 你好 嗯 你想演什么角色呢 好 小螃蟹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你怎么也长了八条腿 你是谁 你又是谁 好 那你就给我们演一段吧 有一只小螃蟹 他在演什么 小螃蟹 小螃蟹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小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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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演完了吗 嗯 他可能是比较紧张 不知道怎么演 下一个 维尼 维尼来了 看看我们的威力表现什么 威力 加油 大家好 我是王一小 我今年四岁了 你三个演什么角色 我想演小螃蟹 她首选是剑鱼 小章鱼 机智有爱心 我要找章鱼 你等会儿 剑鱼是最厉害的 好 我要找剑鱼 你看一下剑鱼的词 守护看我海底村是我的职责 守护海底村是我的职责 守护看我海底村 守护海底村是我的职责 看我哪去了 我想演小螃蟹 鞭蟹的人肯定很多 実地煮酒 好 来 今天这旁儿还挺温柔 我以为她 在上面会很放得开 不开 橋老 eliminated 没有 好 接下来请张张 张张张 当你了 我给张选的是金鱼 张张是一个干饭人 那条鱼是干饭鱼 金鱼是个干饭鱼 金鱼是干饭鱼 我想要大小螃蟹 我想要大小螃蟹 人家选啥他就选啥 我想要小螃蟹 我走不到他就切到我 这么好这个哥哥 张张哥哥就是温妮 温妮的哥哥是我 对 就说小朋友会很容易 就被前面的带走了 带走对 有很多小朋友都选择了小螃蟹 可能是因为同学们的这种 从众心理 喜欢谁呢 就容易去模仿对方的这个选择 从而放弃自己原本想选的角色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处在自我意识形成的时期 孩子选择童话或者戏剧的角色 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投射 因为环境和其他小朋友的影响 孩子改变自己的角色和决定 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我们的父母也要知道 这是一个教育的契机 我们既要尊重孩子的各种选择 也要和孩子交流 引导孩子找到角色的优点和特点 把童话或者细节角色的好的品质 融合到孩子品格形成的过程中去 请开始你的表演 也知道横着走 知道小螃蟹是横着走 他的手最好的 天然就是小螃蟹的手 螃蟹爪 对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好 鲸鱼第一句话是 哪里有好吃的肚子咕咕叫 哪里有好吃的我肚子咕咕叫 无处安放的小手手 好吧 那你就结束的面试了 好 下一个马齐瑶 该你了 大家好 我叫马齐瑶 我是一个小小钢琴家 我想要一个小胖子 那你表演一下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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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好意思吗 不要 我不要 孩子对于这种面试这种正式的场合 还是会有点紧张 对 台上台下还是有区别的 你是不好意思吗 我不要 负担度有点负担 对 我跟你说你们的爸爸妈妈的观察室肯定急坏了 这个场太紧张了 对 他们没有感受过这种场子 对对对对 蛮可惜的 昨天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练的台词 没有一个人在台上表演 其实因为我有看孩子们跟家长的排练 嗯 绕下卢生子 飘落浩雅滴滴的嘴 哼 打算你们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们 小螃蟹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在整个的训练当中 没有完全地发挥出他们最强的本事来 可能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台下准备和台上准备 是不一样的一件事 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 这个时候的形象 跟他们平时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 舞台上就复杂了 心事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孩子 要挑战很多方面 接下来 宰宰 宰宰来了 看看表现什么样 请开始你的自我介绍 我叫詹哲浩 我小名叫宰宰 我今年五岁了 我喜欢 跳舞泳泳 我还喜欢 很感情画画 你想饰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唐妾 好 預備 开始 你怎么长了八丑腿 你怎么长了八丑腿 不要想一跳 Emmine 昨天你们 八八媽和一门任的台词 没有音乐人在台上表演 你怎么也长了八条腿 对 第一个 那你是谁呀 你又是谁 我是人见人爱的小章鱼 我也是叫螃蟹 好 合作 谢谢 拿定了这个角色 可以 好 接下来唐桃跟你了 好 我们给唐桃一点掌声鼓励 对 谢谢 好 唐桃请首先自我介绍 我叫龙子彤 今年六岁半 好 唐桃你想进演什么角色 小章鱼 又变了 那些小朋友演的角色 你觉得哪个角色最适合你 我觉得小章鱼更适合我 那这样 小章鱼演一段 有个问题 可是我没有背 因为之前我选的是小螃蟹 因为宰大选了小螃蟹 我为了陪宰大 我只能把自己的角色改成小章鱼 而且小章鱼的台词我没背 我只背了小螃蟹 小螃蟹 咱们昨天练的是哪个 我来图圆 你这 选吧 那我要 你选这个呀 我要做宰大的朋友 我要做小章鱼 我选的是小章鱼 你为什么选小章鱼啊 因为我要和宰大一起 小章鱼 白生我就是宰大的好朋友 来 宰大 给你了 选了唐太 你看唐太 他们三个人很好 你看 相信你自己 我也相信他 对 你看小朋友都相信你 你这么难过 我还不相信呢 对吧 我选的是小章鱼 我选的是小章鱼 因为我要和宰大一起 白生我就是宰大的好朋友 你根本没 根本就没练过章鱼 他为了跟宰大演一个角色 已经放弃了昨天演的了 所以等于他啥都没准备 因为我们第一天 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 叫他练这个螃蟹舞 我亲自给他跳 我昨天晚上 我那个膝盖都觉得受伤了 就是为了让他学会 那个螃蟹的整个的动作 结果早晨在选择的时候 因为宰大先选了小螃蟹 他为了跟宰大能够合作 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 去选了那个小章鱼 然后我当时心里特崩溃 好 好 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了 可以 好 谢谢你 谢谢谭大 谢谢 你可以回到座位上了 可以了 接下来安安初恋 给老师们自我介绍一下 刚才咱们也看了这个了 你想要进演哪个角色呢 小章鱼 小章鱼的性格特点呢 是机智有爱心 所以机智啊 机 机智 机智 你不能是 大家好 明白吗 机智 大家好 我叫王宇诚 我今年五岁半了 我身高一米二 我体重十七公斤 我喜欢跳节舞 打篮球 足球 轮滑 魔术自高 跳吧 谢谢大家 哦 大家好 我是黄小棠 我今年五岁了 大家好 我叫邱小兰 今年我四岁了 你想饰演的角色 是什么角色啊 章鱼 小章鱼 孔翠鱼 那你就开始表演 好不好 从孩子的视角来说 他喜欢某一个动物 他可能想演的是那个 从家长的视角 可能他会更多地去看 这个节目里面 谁台词最多呀 谁是主角呀 谁是配角呀 但是我们最后 一定是儿童的视角 而不是家长的视角 每一个宝贝 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家长不要轻易否定 你的孩子的能力 要让他自由 开心快乐地成长 这才是 我觉得作为家长 给到孩子最好的 教育方式 接下来 玲玲 该你了 你了你了 快去 好好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嗯 有意思 有意思 很有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 玲玲不敢上去 玲玲 玲玲 该你上台咯 玲玲 你昨天不是答应了我 给我拉了勾说 今天要好好表现吗 玲玲 你想演哪个角色 小刚一 你给我念两句 我听听好不好 为什么呀 那你自我介绍给我看一下 可不可以 那你有什么才艺 不告诉你 那明天你会表现得好 是不是 真的吗 说话算数 算数啊 真的啊 其实她从小到大 我都在她妈妈手机 看着她在家里的行为 也是很需要一个很安心的人去引导她 她才会慢慢的找到感觉 来我去请她 老师 小飘老师陪你上去好不好 接下来 来我们手拉手一起上台 来咱俩一起 一二三 你刚才在下面跟老师说 你喜欢哪个小鱼来着 那你喜欢小螃蟹还是小张 我不行 那你这样吧 你给老师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好 没事 我来问问她 灵灵 你现在不想表演 是不是 你现在不想表演 你等一下好不好 等大家 那好吧 那你就不表演 好吧 以前她是个很活泼的小孩子 但是现在卢永宁 她都是缠在心里面 有灵灵 你别哭了 有灵灵 这次就要看到你妈妈了 我没妈妈了 她没妈妈 你妈妈怎么了 今年她妈妈去世了 突然得了急性的白血病 一个家庭得不到完整 这是我人生中最遗憾的 以前学习 生活 都是我太太 一手 把她管理 就是在这方面 我就很欠缺的 我无法打开她心里 那道门 因为妈妈不在了 得不到母爱 我想宝宝得到一个锻炼 希望她开朗一点 活泼一点 认识多点朋友 多点与别人沟通 那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 爸爸平时对你好不好 好 他怎么对你好了 你说说你能想起来吗 他给你买吃的 进入成长营后没多久 王晨教授对玲玲和玲玲爸爸 进行过一次心理疏导后 玲玲和爸爸的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和依恋 因此这周 她第一次遇到 在成长营爸爸不在身边的情况 刚刚有安全感的玲玲 就陷入了一种新的孤单中 玲玲 你愿被老师拉着你 一起表演一下 好 我们一起吧 我们四个好不好 好 很暖啊 三位老师 一起上台真好 走 那边 你这不跳得挺好的吗 来 小手动起来 小手动起来 转圈 来 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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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圈宝贝 好棒啊 玲玲 你支持 往前 往前 安全感的建立 不是一处而就的 是需要在陪伴 相处 分离 依靠 等不断反复的相处当中 帮助玲玲产生一种 长久的安全感 以及向内滋养的强大内心 这个过程也是需要 灵灵慢慢去经历和体验的 我们就刚才的表演 我们来大概讨论一下 因为小螃蟹呢 就只有一个人能演 我的角色是小螃蟹 我想要一个片片片 我想要大小螃蟹 小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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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螃蟹肯定是竞争很强烈 因为她是主角嘛 这个小螃蟹非常有勇气的 反正我觉得小螃蟹 应该找一个男孩来演 我觉得我们就尊重孩子的选择 自我表达能力排了十分 给她分其实最高的 唐娜是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 这两个小男孩 我觉得都挺适合的 我希望她做她喜欢做的角色 她想做主角 那你就尽力去做主角吧 看她吧 她如果自己有意愿 想成为主角的话 那我就支持她 最后的结果没关系 只要她好好的去享受 表演的这个过程 但是她自己未来想成为 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可能还是要她自己来把控 如果我们没有选上的话呢 其他的什么角色都可以 我希望她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配角 但是要有一个 向主角进发的心 就跟她的名字一样 思琦思琦 见弦思琦 今天我们来上这一节课 就要听从你自己的内心 你自己内心到底想演什么 你就可以去选择什么 作为家长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闪光点 但是家长是否能接受自己的孩子 没有变成主角 这才是我们这一课的目的 好 同学们 经过上午的面试呢 我们三个老师 给你们每一个同学 评了分 我现在教导的同学 就往前一步 然后呢 有小苗老师和小天老师 把你们的角色贴在你们的身上 要 brush 改叮 Laj Ba Am 初恋 Laj Ba Am A Amer Laj Ba Am 老师们觉得你们表现呢 特别适合一个角色 destac看 小螃蟹 你想饰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螃蟹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你怎么也长了八条腿 对 你们两个人要演小螃蟹 但是待会要看谁表现得更好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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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桃子出列 想让你扮演小章鱼 接下来玲玲 冉冉出列 我是孔雀鱼 玲玲和冉冉出演的是孔雀鱼 孔雀鱼 你不是喜欢孔雀鱼吗 对不对 既然冉冉喜欢这个角色 那冉冉冉肯定是其中一个 对 对 如果说她自己上台表演比较害怕的话 我觉得要不然让她跟冉冉在一块 卢思琪 马齐瑶 王子菲 初恋 我来了 老师们决定你们三个出演小丑鱼 威妮 由你来扮演小剑鱼 张张 你最想演的什么角色 小鲸鱼 考虑到面试情况和孩子们本身能力的落差 我们先进行了初步的角色分配 当然最终的结果 我们会经过后面戏剧排练中的表现来一一确定 我一定是不是要演主角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要理性地去看待 我们要尊重孩子 没有角色的主持之分 每个人都是大演员 当我尊重这个角色 我再自由了他一个非常歇活的生命的时候 那这个演员就是个大演员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也特别希望 我们的家长能够尊重每一个角色 尊重我们孩子们的选择 只要我们的孩子 把他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热爱和认知度表现出来 那这个演出就是很成功的 那我们接下来都出练 跟老师们来学习这一堂戏剧课好吗 来 这堂戏剧课好吗 谁要给小朋友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解放天系 也是我们上装戏的时候大一的最基础的课程 也是解放他们的想象力 这些孩子我觉得特别需要解放天系 对 看过老鹰吗 没有 老鹰其实跟鸡都很像 都有翅膀都有个尖鼻子是吧 比如说 老鹰的这胳膊是翅膀 并过来了 并过来 并过来 看见没有 对 对 单系规定 一百 一二 一二 记住了 老鹰是猛兽 要演出老虎的感觉 明白吗 一二 一百七 一二 一二 三 四 三 四 飞 哇 五 哇 五 哇 对 好 好 解放天性了 已经解放了 好 谢谢 老鹰 你这张张像骑马似的 张张 我飞不起来怎么办 这次我们的戏剧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动物的 这么一个戏剧形式 特别适合小孩 小动物的话 它会有很多想象力 它愿意去接触这些东西 更容易去模仿 通过解放天性的练习 我帮它们打开这个渠道很重要 打开这个塑造角色的一个能力 小燕子 成花爱 好 鳄鱼 鳄鱼 现在上个课结束了 接下来呢 有两位老师要带着你们分别排练了 好 张张你先回去吧 好 大家坐好 我们准备分组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分一下 我觉得要不就这样 把小章鱼跟小螃蟹 他们俩有对手戏 我们这有四个人 把这四个人放到一组 然后剩下的 其他角色放到另外一组 两位老师分开一下 好吧 好 为了对不同能力的小朋友们 进行针对性的戏剧学习 我们把同学们分成了两组进行排练 小田老师将带领主要角色的 小朋友们来进行排练 而其他角色的小朋友们呢 相对年龄更小 就由温柔有耐心的王志老师 来带他们进行角色的 熟悉和练习 好 准备出发 各自找自己的老师 出发 来 大姐跟我走 咱们这组的人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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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来 帮你坐吧 我也爱在小田老师 好的 来 你是村长海豚 小螃蟹两位被选 举个手是谁 对 你们俩 小章鱼 你 小丑鱼 你 对吧 小丑鱼就跑出 不是 小丑鱼你是那边的吧 跟我走 跟我走 咱们这组的人 跟我走 你不是 王志老师那边的吗 王志老师在哪里 王志老师好像在隔壁吧 隔壁 往旁边 对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还有一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快回来 插一个小板凳 老师先不看你们这样贴的东西 老师要先给你们练一下你们的台词 老师 你在打功夫吗 我也要当打工 回来 张张快回来坐好 小丑鱼打架 你怎么又摔跤了 小丑鱼打架 小丑鱼不打架 这是我在椅子 对 美妮 你快起来 快坐好 这是我在椅子 我在 奶奶 你先坐这儿去好不好 你帮我来挂一下位置 可以啊 小丑鱼打架 不能玩 不能推 坐好 你吃完了吗 快回来坐好 不要再闹了 不要给我闹了 快点照片 我的妈呀 一般的人是搞不定的 但是 不好带啊 有点崩溃吧 我觉得我这边的小班 都比那边小 因为 重要角色都拉到 小天老师那边去了 我这边留下的都是小朋友 感觉一会远小班 都留在我这边了 看着他们一会吃糖 一会吃面包 吃香肠 心思就没在排演这儿 不好带啊 非常简单 海豚游泳不是这样的吗 对吧 你可以这样 对 对 这样 嘴可以撅一下 然后再恢复 我是海豚村长 看我们海底村 多么美丽啊 我是海豚村长 看我们海底村 多么美丽啊 好不好 非常简单 小螃蟹 对 慢点 慢着 慢点 然后停住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你怎么也长了八条腿 对 我问你 你是谁啊 你又是谁 我是人见人爱的 小章鱼 我 我是小螃蟹 我是小螃蟹 对啊 好 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压力 他们其实表达都很好 就是我给他们引导进去 然后他们自己可以发挥 小螃蟹上场 我们的林林他也想演小章鱼 孔雀鱼呢 它是村里面的村花 也是这个村里面 长得最漂亮的鱼 我不 我是 我是一个 他是小章鱼宝贝 你刚才在下面 跟老师说你喜欢哪个小鱼了 你的小鱼都不喜欢 那你喜欢小螃蟹还是小张鱼 都不喜欢 琳琳她可能自己不太敢于表达 我们给她安排到孔雀鱼这样的角色 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在舞台上呈现 但最后我发现琳琳她自己慢慢地说 老师我想演小章鱼 她是慢慢悄悄跟我说的 我想演这几个 我一开始就喜欢演八章鱼 琳琳你想演哪个角色 小章鱼 小章鱼是需要大量的跳动 还有说台词 知道吗宝贝 小章鱼 你背都下来了吗 那你给老师背一下 你的第一句台词是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你怎么长了八条腿 然后小螃蟹也说 你怎么也长了八条腿 可是人见人爱的小张女 我有个好办法 我有个好办法 我们喜欢性格人类吧 告诉他们来就会毁掉我们的这个海底接着呢 然后呢 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 应该一起保护海人 你这么棒啊 你都已经背下来了 怪不得你说你要演小章鱼 他说我能背下来 他就把那些台词给我背了下来 我当时真的很惊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有更多可能性 让两个小朋友 饰演一个角色 就像AB角一样 最后让他去小天老师那边 饰演小章鱼的角色 来 两个小章鱼 来 给我一起跳一个 开心的看啊 大家好 我是小章鱼 我希望海底村的每个伙伴 开心快乐 游起来 我是一个小章鱼呀 悠悠悠 我是一个小章鱼呀 悠悠悠 我是一只小章鱼呀 融入到这个集体 灵力要学会表达自我 我觉得成长已经能给她带来的是 她片刻的快乐 她那一瞬间的快乐就足够了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她有很多个瞬间的快乐组成的 因为她有不同的快乐的叠加 让她发现虽然人生苦比甜多 但是我曾经甜过 我觉得我们给她留下来的 就是这一点点的甜吧 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是 我最喜欢的是巴掌机 来 大排演准备开始了 开始 好棒啊 在这一期的细节课中 一场儿童剧角色的显摄和敬演 开启了孩子们新的成长故事 孩子们这位刺激学的角色 并为之努力的过程中 绝界打开了自我 虽然孩子们每个人的角色和结果有所不同 但在他们各自的成长故事里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但孩子们的成长考验还没有下课 他们还需要扎紧排练 为一周之后毕业大戏的震慑表演继续努力 他们毕竟都是第一次接触表演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胜利完成最后的毕业演出吗 孩子们的戏剧排练还在持续进行中 在这期间 成长行为所有的孩子和家长 安排了一日的户外亲子活动 预备开始 哇 从从开始后 所有的消费娱乐项目 都要将通过成长币进行兑换 注意别往下面大啊 你还可以吗维尼 我还没坚持 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是让很多人学会如何当家长 谁知道我许得忘 我们两个你知道我知道 那妈妈呢 妈妈知道 这是高速的时代 每天都更新换代 我也不是你眼中传统的小孩 音乐运动 我都玩得来 成绩方面 我还能百分百 一把刷子 二整个宇宙 还不够 还不够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一点资讯 天一时讯 WiFi玩的钥匙追星族 中华万年力想见你 心里利爱得豆 ForFace 娱乐至于成果娱乐 西半球 泰日报小鱼 妈妈网孕育 速率冲掉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